熱飲杯蓋不耐熱形成的衛生管理黑洞 而且是越喝越毒 台北市議員普查全市販售咖啡等熱飲的連鎖商店 今天上午公布了結果 十六家有四分之三是使用低成本不安全的六號杯蓋 只有四分之一改用高標準的五號耐熱杯蓋 市議員質疑台北市政府抽檢不張 輔導不利 天冷到便利商店買杯熱咖啡 喝下度溫暖許多 不過如果杯蓋不耐熱恐怕把致癌物質一起喝下去 台北市議員五四爺抽查十六家超商咖啡门市以及速食店 發現只有四個店家用安全的五號PP聚餅吸耐熱杯蓋 另外十二家商店反而續用低成本和不耐熱的六號PS聚本乙吸材質杯蓋 7-11我们看到星巴克 我们看到西雅图咖啡 看到博朗咖啡等等 都沒有對消費者的健康采取最高標準的一個保護 而被點名的7-11超商則低調回應 目前進行杯蓋測試 有結果後再陸續更換安全的杯蓋 儘管如此 台北市議員五四爺還是質疑 台北市政府抽策不張 輔導不利 有位中央政策黑洞護航之嫌 議員表示六號杯蓋PS材質耐熱只有70到90度 而一杯熱咖啡往往高溫到95度以上 如果店家為了省成本 卻會威脅到消費者的健康 根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的規定 今年7月21號後要全面換杯蓋 不改正將開罰 但在這段空窗期期間 要求政府加強輔導 讓店家全面換成5號耐熱杯蓋 記者沈小青 英磊齊 台北報導 記者沈小青 英磊齊 台北市議員